欢迎收看点仔周记 我是点仔生亮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社会各界继续有不少庆祝活动 社区应急辅助队 和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在7月9日合办 外国旗彩遥中西的巨型国旗展示活动 在中西区中山纪念公园草坪展出一支 20米×30米巨型国旗 及一支10米×15米巨型特区旗 与百威展旗义工无据酷热天气 搭着整齐的步伐将旗次展开 五星红旗在绿印牆上 献得更加闪耀奪目 特区区旗在国旗下平衡展开 寓意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这段时间社区很多慶回归的活动 带动了整个社区的气氛 一起去慶祝回归25周年 25周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日子 但是我觉得正正要带来一个普天同兴 大家一起宽度的日子 今天大型的国旗驱旗的展示 体现到我们爱国爱港一国两制 下面有大的国旗有驱旗 我希望这些活动能够继续在社区里面发展下去 我们希望继续秉承 我们做多些地区义工和急救工作 之前我们在抗疫方面 我们都和地区的民政事务处 做了不同各方面的抗疫工作 例如一起去包装一些大型抗疫包等等 这些对我们是非常之多的经验和体验 我们都希望秉承我们社区应急队本身的宗旨 去做多一些义工服务等等 我自己觉得习主席相当了解香港市民的心声 香港市民大部分都希望住好些 生活好些 长者有些保障 各个人都有些照顾 这些正正是市民的所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很希望特区政府能够认认真真回答 习主席发给我们特区政府一份试卷 五年后交出一个美满的成绩